欢迎来到WAM系统培训班 我们来新增员工 按员工再按员工 然后按新增 我们需要输入员工的编号 名称和预设的分点 根据员工所属的分点 来到选择分点 如果员工不属任何分点 例如后勤的员工 可以选取旗舰店作为预设的分点 系统可以记录员工的出勤和计算薪酬 输入用线时间 选取用线时间和休息日是否有薪 方便系统正确计算薪酬 输入薪酬付款方法和银行资料 方便员工安排薪酬付款 其他个人资料只是记录 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输入资料 在下面可以见到员工在系统的三个身份 包括使用者、销售员和美容师 一个员工可以同时拥有三个身份 或者是一个、两个 按照员工的工作性质 来到选择方格安排身份 使用者登入系统的时候 需要使用员工编号作为登入 可以选择员工预设的语言为英文 或者是繁体中文 除了设定登入 我们亦需要设定密码 输入密码两次 提供登入和密码给员工 员工便可使用系统 我们可以选择适合的使用者权限组别 来到去分配功能权限给使用者 系统亦都可以按分店和仓库来到去分配权限 如果只得一间分店和仓库可以略过设定 系统会自动分配预设分店的权限给使用者 如果使用者可以为员工分配分店和仓库权限 请选择容许分店及仓库权限设定 我们按分店设定 按功能选择方格来到去分配分店的权限 按更新、储存 同样按仓库设定选择方格来到去分配权限 按更新、储存 以下的项目可以根据使用者的权限来到去设定 使用者可不可以查看其他员工的考勤记录呢? 如果可以选择市 使用者可不可以为出席报告设定节数日 如果可以选取时 选择使用者可不可以查看其他员工的假期记录? 选择使用者可不可以为其他员工申请假期? 选择使用者可不可以判准か不备用选择 geç日? 选择使用者可不可以 我們選擇適合的銷售員組別給銷售員 系統會根據組別來計算佣金和銷售分析 如果銷售員同時是使用者 銷售員可否查看由其他銷售員所負責的發票 如果可以請選擇可以查看全部銷售員發票 如果員工擁有美容師的身份 我們可以選擇適合的美容師組別給美容師 系統會根據組別來計算工錢 根據美容師所擁有的技能來選擇部門 美容師可以同時擁有多個部門 我們可以於員工出席報告查看員工出席紀錄 系統會根據員工已安排的工作時間 對比實際的工作時間 從而反映員工的出席情況 美容師的工作時間會反映在預約時間表中 我們可以根據星期來預設工作時間和假期給員工 所有資料輸入完成後 按確定、儲存、完成新增員工 員工已經成功新增了 在左下角第四層權限有一排功能 按編輯可以修改員工資料 按假期、休息日可以為員工安排休息日和工作時間 在工作時間表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資料 包括本月的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的日子 員工在今個月和今年假期的總日數及已安排日數 還有員工在今個月的休息日總日數及已安排日數 按箭咀可以更改月份 或者在右下角選擇其他月份 工作時間表會根據員工檔案內預設的工作時間來編排 我們可以自行更新工作時間和假期 例如員工調假將假期由星期一改到星期三 我們可以在星期一按一下紅色交叉取消假期 然後在星期三按一下日子選擇假期類型 假期就已經更改了 同一日的假期可以選擇多個假期類型 按一下藍色的加號增加假期的類型 如果選擇錯誤可以按一下紅色的交叉刪除類型 我們可以根據公司條款 為員工安排法定假日或公眾假期 7月1日為本月的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 如果當日為員工的公眾假期 可以按一下右手邊藍色的H 系統會更改日子為公眾假期 如果再按一下藍色的H 可以還原設定 員工的工作時間亦可更改 例如調配工作時間 將工作時間由A改為B 按一下工作時間A 再選取工作時間B 確定儲存 工作時間已經成功更改 工作時間表完成編輯後 我們可以按列印 將時間表交給員工 方便員工查看工作紀錄 關閉列印版面 在左手邊第四層的權下按密碼 可以從設使用者登入的密碼 輸入新密碼兩次按確定儲存 密碼已成功更改 有時員工可能會離開一段長時間 而期間不能登入系統工作 我們可以暫停員工 免費并現在你注こ 使用 abs權限定 連問題某供應那麼安定 串imsile Bath所有人的確定 員工已經成功刪除 系統會保留已刪除的員工記錄 已刪除的員工亦可還原 按還原,再按確定 員工檔案已成功還原 按分店名稱可看到員工列表 按員工名稱可查看員工檔案 我們亦可在第三層權限按搜尋 使用以下的欄位來搜尋員工 當所有員工新增完成後 我們可來設定美容師在預約時間表中的排序 在第一層權限按員工 第二層權限按美容師 便會到達美容師列表 我們可以選取分店 根據分店來設定美容師的排序 左手邊的數字是美容師在時間表的排序 我們可以更改排序 我們可以更改排序 然後拍確定 系統就會即時更新排序 就是更簡單 就已經完成了員工檔案 稍後我們會繼續進行其他的設定 稍後見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